您看过最年轻的圣诞老人吗 带你来看到 只有20岁的香港圣诞老人何永亮 日前他到瑞典参加了第九届的国际圣诞老人运动会 拥夺了亚军的佳鸡 一起来看看他的故事 扮圣诞老人要扮得像 原来都有国际标准 骑雪地骑牛 吃圣诞粥 唱圣诞歌 赛雪橇 跳豆袋等等 这些都是今年国际圣诞老人运动会的比赛项目 今年才20岁的魔术师何永亮 11月14日到18日期间 远赴瑞典参赛勇夺亚军 杨威国际 回港后 在前三代港产圣诞老人的陪同之下 一起分享得奖的感受 因为我是 我是没想过拿什么奖 但我要尽力比赛 我确实是 有前辈交路和训练我 除了比赛之外 何永亮最难忘的是 第一次看到北极光和流星 可谓非常好运 我第一次可以电捕到雪 我们四位圣诞老人一起砌柱人 同时也可以见到绿色 红色蓝色的北极光 而且还可以看到流星 好开心 此外 四位圣诞老人还在当地大跳 热爆全球歌曲江南style 改编了Hong Kong Santa Style 这次争取了不少爱战争处 更加耶的方法 更加亲民一点的方法 圣诞老人都跳Hong Kong Santa Style 和永亮今年还获圣诞老人 长老宋正全账 非常开心 他的心愿是将圣诞老人的精神 从瑞典带回香港 提前将圣诞快乐带给小朋友们 新唐记者梁珍在香港报道